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代的空气品质也糟透了 最近PM2.5不只亮红灯甚至已经到了紫色警戒 主要集中在高雄地区 除了天候因素高雄因为是石化重镇 长年以来还得面对工业排放到大气的污染物 这里是高雄市左营区的文府国小 2014年11月开始 响意地球公民协会举办的空污旗活动 当空气污染指标PSI大于100 或平原2.5进入第四级时 便在校园升起红色的空污旗 结果实测一个月20个上课日 就有12天升起空污旗 但学校没有停课 小朋友的体育课只能戴起口罩继续上 教育部在2000年的时候 订定了各级学校 引引空气品质恶化的作业流程 这三个数值超过标准 地方政府就可以自行宣布停课 但这样的标准还是过于宽松 从2000年到现在 全台没有任何一个学校 因为空污超标而停课 对比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 PM2.5是每立方公尺250维克 但台湾要到350维克才能放假 对学童和当地居民的健康 有没有实质保护 还有待研议 本周我们的主题 等一口干净空气 这是高屏居民长久以来的渴望 我们的采访团队也实地 在男子工业区采集空气样本检测 结果如何呢 一块来看 暂时放下教室里的课本到户外上体育课应该是很放松的活动 但老师与学生却都得戴上口罩 因为今天早上 他们得到有风险的空气污染警告 空气品质不升好 因为PM2.5超标了 每天早上进到教室 第一件事情是打开电脑 看看今天的空气品质 包括环保署公布的PSI空气污染指标 以及PM2.5系悬浮为例 这样的状况很常见吗 很常见 而且不一定 几乎都是超标很严重 8级或者是7级甚至是10级 左营的文府国小六年九班 2014年11月开始 响应环保团体举办的空屋棋活动 只要空屋指数或者是系悬浮为例超标 户外活动就戴上口罩 并且在学校升起空屋棋 实测一个月 他们发现11月份20个上课日 就有12天要升起 高雄石化工业发展50年后的今天 糟糕的空气品质 一点一滴的影响着当地民众长期的生活 觉得很无奈 不晓得要意问浓到什么样的程度 才叫做异常 也不晓得什么时候 用什么样的方法 才能够找到污染来源 文府国小老师口中说的异味 早已经不是第一次 就像2014年4月份 男子工业区方向 冒出的黑色浓烟 无预警的顺着风向直播校园 同年6月份 同样的黑色风暴这次席卷 但是却没有人知道 随风飘来的浓烟 内容物究竟是什么 主要鼻子跟眼睛会同 就是以为是那种 一般那种汽车排放的飞机而已 可是渐渐才知道 那可能就是工厂排出来的 我们学校不希望再闻到 不明异味的 冬季的时候我们会感受比较明显 因为东北季风吹过来 我遇到的一些邻居 他们形容是最严重是会被臭形 南子加工出口区在高雄有超过40年的历史 为当地创造了数以万计的就业机会 但是背后所隐藏的安全风险 却是越来越明显 从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 隔壁区的文府国小 对这里有6公里的距离 但是在当地却可以很明显感受到 空气品质真的不太好 工业区附近的空气中 到底含有什么物质 我们先到南子加工厂附近采样空气 目的是分析空气中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采完的时候压力它回到零 就表示跟大气压力一样的压力 现在我们要把在工业区附近 搜集到的空气送到检验中心 去做检测跟分析 而最后的结果如何 还要静待一个小时之后就能出炉 我们只收集一个空气样本 并且选在厂区的上风处采集 接着送到高雄海洋科技大学的环检中心 做挥发性的有机化合物分析 这是我们刚刚采集出来的最新出口物 这样子 好 OK 那我们先来做登录吧 然后我们再放到这东西 让它乱 报告结果 让本中含有35种化合物 其中含有确定致癌物质粉浓度为1.77ppb 人类可能致癌物质恶率甲烷浓度1.62ppb 以及疑似致癌物质甲基三级丁基迷浓度2.88ppb 大部分的数据在0到4的地方 0到4 那所以才1.77ppb 太好 我不太觉得这个是厂区下风球的数据 因为会更高 因为你今天的风向 其实今天的风速是比较大 扁判当地的风向与随机的采集点 我们测到的化合物浓度 可能是非常保守的数据 电视也证实石化工业排放的有毒物质 确实可能隐形而实质存在空气中 本的来源是石化工业的生产 与汽机车废弃排放 长期吸入可能会导致白血病 而二绿甲烷是工业常用的清洗剂 吸入体内伤肝肾 至于甲基三级丁基迷则是汽油添加物 在动物实验上证实致癌 本这个化物 它就是一个确定的致癌物质 所以我们一般在干净的背景区 譬如说台东花脸的话 那像这本这个化合物是测不到的 事上高雄海科大 高雄第一科大 美和科大与高雄医学大学 曾经联合研究 从2012到2013两年期间 在高雄石化工业区设置14个测站 采集了200多个样本数 这个其实还好 因为这个大部分是水蒸气 对 那我们怕的是 它的烟如果不是白的可能是黑烟 从2012年120个样本数里 就发现人武大社 左营以及男子区 都经常测到致癌的空气污染物 包括甲醛13D2C以及本 换算后的致癌风险 男子左营区第50%位为1.05% 人武大社为1.04% 但是一般标准来看 万分之一到百万分之一 才是可接受的范围 对 它应该就在这个临界点 我们一般来讲的话 它这个范围的话 其实如果在空气平均更差的话 已经落入了 所以我们能接受力 它这个律师 我们都是以前先通过调略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只需要 直接测加起来的 这个平均是0.382617 这是我们即将在 男子工业区附近 采样PM2.5细旋浮为例的准备 取得氯纸实测前的重量后 接着就可以前往采样 然后就把氯纸放上去 就是刚刚的PM2.5 对 然后放到里面去 先放好绿纸 然后待会再设定 让它好一点 我们现在看到那个白纸 是不是变色了 对啊 这就是悬浮为例 上面都是 对 就附阻吸附在上面就对了 对 就是那灰灰的那个 对 再次称重后 吸收着悬浮为例的绿纸 重量已经改变 OK 好 384015 厚重 取得前后重量数值的比对 再透过采样体积换算 最后得到南紫区的PM2.5 细全补为例浓度是 PM2.5浓度是58 维克美立方 这数值算高吗 这算蛮高的 美立方58维克相当于 环保署公布的指标等级 第7级 已经属于高风险浓度 我们的随机采样 确实得到空气中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存在 与悬浮为例超标的事实 白纸黑字签署 这是文府国小在校内发起的连树书 希望相关单位能够改善 地方上的空气品质 一共获得6000多人次的支持 并且曾经召开公厅会表达诉求 好 只是起步而已 后面的我觉得 才是真正有比较困难的开始 我想大口大口的呼吸 呼吸新鲜的空气 常常在街道上或人群里 我们都可以大口大口的呼吸 我们却都失去呼吸的全力 我们都可以大口大口的呼吸 我们却都失去呼吸的全力 我想大口大口的呼吸 呼吸新鲜的空气 不管在街道上或人群里 我们都可以大口呼吸 最近的空气品质 和今日的空气品质相同 都是需要以空气 深空呼吸的方式来呈现 希望我们能早日如璧的时候 不良空气品质 日记本里的这几句话 是多少孩子的心声 这是对社会沉重的呐喊 时事又有谁能听得见 在他们的成长岁月里 大口放心的呼吸 应该是最基本的生活条件 但曾经何时 拥有干净的空气 竟成为奢求 不许新鲜的空气 不管在街道上或人群里 我们都可以大口呼吸 想呼吸一口干净的空气 竟是一种奢求 重工业聚集的高频地区 被环保署公告为三级防治区 固定污染源以石化工业区 钢铁产业和燃料发电厂为主 但环境污染却是由所有居民共同承受 为了管控空污量 环保署制定的高频地区空气污染 总量管制计划 在农历年前正式实施 这也是台湾第一个空污总量管制 如果空污排放量超过 就要向其他的工厂购买污染差额 希望以价质量达到管控效果 为在南高雄的大发工业区 主要生产的就是钢铁金属的产业类别 相对来说污染当然比较高 从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 距离这里只有三点多公里的潮流 国中就曾经是污染的受害者 现在发现外面空气体质不良 麻烦请各班戴上口罩紧闭门窗 抬起外上的空气请进击 A计划启动隔绝教室外的空气 学生戴口罩门窗紧闭 修处广播 现在发现的空气温暖持续而放 可以取消地区性地教学 麻烦请各班嘴上的书包 举手持续而成为要接触地囊 这是所谓的B计划 学生们即将从校园撤离 与临近的学校配合 让课程能够继续 从低口都变低合 潮流国中每年都会针对空气污染事件 做演练 AB计划以污染程度轻重 有不同的因应方法 学生在这方面的一个应变机制 我们平常就每年至少都会 运作两次以上 让学生能够了解 就是比较 以后发生事情 比较知道要做什么 就是应变的方法 学校每年就会演练 然后爸妈就会很安心 2008年 潮流国中与潮流国小 发生震惊全国的毒气攻击事件 短短四天内就传出 六次疑似从工业区排放的不明气体 往潮流国中国小方向蔓延 造成上百名师生送医治疗 曾经经历过意外的老师 看一眼直到今天 心里还是有阴影 只接受低调的采访 不愿意公开露脸 就怕再一次受到关注 比我还严重很多人 因为现在 掉到别的学校的 他现在已经当校长 他手还有那种 对对对 还有那种现象 时隔七年 空污受害者的后遗症 竟然还是如影随形 当时送医治疗的师生 陆续出现喉咙痛 呕吐 但是谁猜得到 这些症状 原来是吸入体内的空气 所造成的 他是一阵一阵子过来 一阵子过来 然后就开始有人不舒服 可是你不能理解他是 这学生是因为感冒不舒服 只要学生也讲不出来 但是你会闻到味道 可是你不知道那是什么 一个月后 环保署调查报告出炉 找出七家有嫌疑的厂商 违规排放有害气体 并且开阀 只要透过手机 或透过电脑 就可以掌握到 我们学校的这个 后中就会的登记 那这是一个模拟的一个化验 七年后的潮料锅中 还建制了云端系统 就医名单与就医地址 都在云端公开 以便资料的汇整 从过去的经验中 如果说得到教训似乎太沉重 但确实更懂得防患与未然 他们在学校装设FTI 他们有针对一个光谱的部分 去做分析 那有状况的话 透过电话通知学校的承办人员 跟潮料锅中一样 位在男子的南洋国小 也装有环保局架设的FTI 红外光光谱分析法仪器 站在学校的顶楼 往外看就是工业区 树立的烟囱挡住远方的视线 吐出的气让天空仿佛变得龜头土脸 那目前我们有28种的常见物种 我们会写成这个标准图谱之后 然后以每分钟出来的 即时的训号的浓度 浓度值就会呈现在这个图谱 这个资料里面 来做我们的一个预警资料 架设在顶楼的FTI2 利用远横外光 发送到对面大楼的反射镜 可以测量这段中间距离 所经过的空气品质 再利用原有的化合物图谱 比对分析 临近大社工业区的南洋国小 拍摄当天 我们就发现了异常的物质 在这里 我们就会发现它的物种 它的DMF浓度 它的物种相似度高达90% 我们就可以很确定 这个物种是所谓的DMF的浓度物质 然后我们就会透过这样的方式 来了解工业区上工处 可能的污染源来源 到底有哪些工厂用到这个物种 是一个鞍类 在我们的科技公司用的会议中的 DMF是二甲机甲流氨 为疑似致癌物质 是化工厂经常使用的溶剂 也是南紫地区 FTI2常测到的化合物 目前全高雄只有两个 FTI2环保局固定测站 根据环保局提供的资料 2013年夏季7到9月为例 亏发性有机化合物出现的频率 南洋国小测站为 0.01%到12.9% 常测到的化合物有28种 超辽国中测站有25种 而出现频率为 0.02%到16.09% 但是究竟是哪些化合物 出现在周遭的空气中 我们要求环保局提供化合物名单 已经浓度报告时却遭到拒绝 我们是签上去的时候 反正认为是说 有机会出现的频率就好了 事实上我们进一步在 环保署的网站上 已经找到答案 一份2012到2013年 环保署专案计划的人大 以及林园工业区 监测与采样计划结果 南洋国小测站 从环保署公开的资料显示 主要的重点污染物 有二甲基甲硫胺 醋酸乙烯脂 以及E3D2C 而这三种化合物都有致癌疑虑 我们这个固定式车站 如果有发异常警讯通知 根据它所反映的特性的污染物 我们去比对说 有可能它的污染来源是哪一家工厂 根据环保局的说法 当监测到异常数据 就会追查污染源头 但是报告里的污染事件 却是层出不穷 南洋国小测站 2013年就有41天出现污染警讯 其中2月26号 DMF二甲基甲硫胺 浓度更高达1032ppb 超过周界标准200ppb的5倍以上 政府在陈主上 在对这个违规的企业组上面 应该要完全的落实 这些企业 他们并没有把这些污染的 排放出去以后造成的成本 把它内部化 让我们全民透过看医生 各种方式去承担 我觉得这是很不公平的 沈静泉是高雄海洋科技大学 海洋环境工程系的教授 也是环境成本的受害者 那这边离开大车工区 直升机只有100公尺 绝大部分的污染 8-95%都是在晚上 尤其是在从晚上的7点到隔天早上的5-6点 那有时候晚上11-2点都还有很强的味道 他的家在工业区附近 也就在南洋国小FTI2固定侧站的50公尺距离 每到夏天就经常会混到刺鼻臭味 但这并不代表其他季节空气品质就很好 夏天吹南风冬南风的时候 把这些空气赶到我们这边来 那加上扣散化 那冬天的时候 其实这些污染的空气就是排到南边 那受害者当然就是因为风向而有所不同 沈教授的家几乎时时刻刻都是门窗紧闭 就怕外面有害的化合物质 会随风飘进屋里 因为不良的空气品质 已经让他的家人健康出现警讯 前面结婚14年甚至在跟他交男女朋友也5年 所以认识他19年不晓他有气喘 来到这边受到这个空气污染又发 又发之后我才知道他有气喘 氧气瓶是沈太太救命的工具 也是他们一家人对干净空气的渴求 14年来沈建全曾经成立空污巡守队 也多次向主管机关澄清 但是难闻的臭味至今还没摆脱 那哪一些工厂排出什么味道 我都可以混变得非常清楚 甚至现在我不去寻 只要在我家闻到 我就会打电话去给环保局说是哪一家 2014年12月15号 环保署预告颁定高屏地区 空气污染物总量管制计划 这是继1999年空气污染防治法 第三次修正公布后 终于判到的源头管制政策 在总量管制里面 除了固定污染源的管制以外 对移动污染源 我们也会要求管制拿去 把这个排放量能够放下来 新增的污染源太多 我们希望透过总量管制 先把这个污染源不要再增加了 就是先把这污染的上限控制住 然后呢 既有的污染源要逐步的来减量 污染减量不只是高雄人的事 经济产业发展下的移动力 持续采开这块土地 后果还是全民自负 空气对人体的危害 相较于实案问题或是水污染 经常不容易被察觉 空污的执法也不像有形的东西 能一目了然 新法上入后 空污总量能不能从零增加 进而达到减量目标 让高频地区的民众 等到一口干净的空气 大家都在等着看 大海探索周报 每周与您一起发掘新闻的事实 体现新闻的价值 我们下周见